做英国王妃难,做哈里王子的妻子不容易,这是梅根经常在采访中提及的事情,不难猜测这使他受到的批评太多了,经常被媒体批评所致。 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做了王妃,他一点也没想安定下来,还通过破坏英国王室的形象抬高自己,赚足流量而后大捞一笔,真的非常黑心。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洞察梅根的为人如何,从一些小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梅根的黑料一批接一批的被曝光,证明了他到底有多黑心。 据外媒Mercury News报道,记者凡妮莎·格里·戈里亚迪斯在一个播客节目中,详细地说明了梅根与另外一名女记者艾利森·戴维斯之间发生的事情。 凡妮莎称,梅根邀请艾利森至家中做客,艾利森亲眼见证了梅根耍大牌的一幕,并表示自己当时认为,梅根想要暗示他们之间地位很悬殊。 作为《德卡特》杂志的记者,戴维斯花了一天时间在梅根位于蒙特西托的豪宅里采访他,2020年他和哈利王子离开英国生活后,他搬到了那里。 起初,戴维斯似乎精心制作了一篇赞美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文章,但渐渐地,这个故事揭露了他对加州生活方式、婚姻、育儿选择以及他在王室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吹嘘。 随后该记者还展示了这位西北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在采访中的表现,他说的话就好像他的大脑里有一个小小的制片人在指导他说什么。 事后,梅根找到该杂志的负责人,把凡妮莎批评了一顿,大吐口水。 梅根选择的人却在文章中暗示梅根喜欢编故事,很虚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到底,还真是梅根自己太做造成的。 认识这位钱,金庄律师,明星的人都知道,他很容易给人留下温暖而有风度的印象,但他也不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格里哥里亚迪斯提到,为了一篇杂志人物报道,梅根在梅根位于加州的家中和他待了一天。 他的结论是,从点的外卖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属于同层次的人。 格里哥里亚迪斯说,他的朋友也说,我不想待在这里。 邀请别人来自己家做客,梅根还在外卖上大做文章,和别人点了不一样的食物,很有可能是更加高级的。 所以,梅根才认为,两人不在同一层次啊,在耍大牌。 梅根大呼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对一个同样拥有黑人血统的女子,竟然完全没有认真对待,着实是令人感到震惊。 梅根一直都没有曝光这件事情,声称自己害怕被梅根的粉丝围攻。 如果没有成为王妃,梅根可能还在娱乐眷苦苦挣扎,混到四十岁也不温不火,但她精明就精明在,利用王妃的身份获得了她想不到的一切。 高高在上的她,想要获得什么都会是光明正大的,就连她大热的播客节目,原型,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 近一段时间,经常有员工从梅根的公司离职,半年内就有很多人从她的公司辞职,这是为什么? 也许她公司的一位前员工可以解释这是为什么。 梅根,马克尔的前员工利贝卡,萨纳内含蓄地抨击了公爵夫人,指责她剽窃了自己的作品。 以离职的Archetypes执行制片人利贝卡称,她制作了梅根获奖的播客。 在她辞职之前,好莱坞报道发布了播客领域最具影响力的40人榜单,但没有把它包括在内。 利贝卡将包括Archetypes在内的播客的成功归因于价值被低估,信誉被低估和报酬过低的制作人。 利贝卡宣布,我是原型的执行制片人和创作者,由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主持。 播客行业最具影响力的40人不是高管,不是名人主持人,也不是人才经纪人。 就在利贝卡离职的几天前,曼达纳、达亚尼上周辞去了哈利夫妇的Archior、阿奇维尔,公司一职。 此前,托亚·霍尔内斯于五月辞去该公司的秘书职位,凯瑟琳·圣罗莱于2021年辞去该公司的总监职务。 去年七月加入梅根的播客Architects的执行制片人利贝卡·尤瑟琳娜,里根取代了,把想法给剽窃了,然后换掉制作人,把播客节目的制作人灌上自己的名字,获得所有的荣誉,梅根还真是做得出来。 细节见人品,小事看人心,梅根做的这两件事情,哪件不能被称之为黑心呢?这种人哪是做王妃的料?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自从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之后,英国王室的宫廷之事也愈发地离谱,从查尔斯成为国王的那一刻起,英国王室就开启了乌烟瘴气的时期。 按照规定,在前任君主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英国才会为新任的君主举行加冕典礼。 在众人的猜测之下,最终白金汉宫确认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的日期为2023年5月6日,这一天也是他的孙子阿琪的生日。 不过,除了祖孙的身份之外,这场加冕典礼与阿琪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他不是被邀请出席的嘉宾,也不是为祖父举起加冕长袍的骑士。 据传白金汉宫以年龄太小为由,拒绝邀请哈里王子夫妇的儿女阿琪王子莉莉贝公主。 作为一个离开王室之人的孩子,他们的待遇连卡米拉的孙子都不如。 言归正传,按照传统,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将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与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有着很大不同的,是在保留核心元素的同时她也在尽量缩减加冕典礼的规格以及人员,这是从减少财政负担上来考虑。 然而,这次的加冕典礼也透露出了查尔斯诸多的任性时刻。 作为查尔斯三世的妻子,卡米拉将会和查尔斯三世旗举行加冕典礼。 她也是英国自1937年以来首位被加冕的王后。 据说,加冕典礼的邀请函已经发给了2000名宾客,这些人里包括了王室成员,英国议会以及教会的代表成员,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客。 至于为什么说这是查尔斯三世的任性时刻,因为这场加冕典礼无不再凸显她的个性选择。 当天加冕典礼所选用的曲目全由查尔斯三世挑选,这里面包括了包括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创作的加冕颂歌和帕特里克,多伊尔创作的加冕曲等。 而她的邀请函图案是引用了亚瑟王的传说,里面采用水彩和水粉手绘,并以英国民间传说中的古老人物绿人为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查尔斯三世加冕里的邀请函上已经删去了国王伴侣这一词,而是改用王后卡米拉,这意味着卡米拉已从Queen Consort的头衔过度。 引以BBC的说法,一位王室消息人认为,早前使用Queen Consort是想将卡米拉与已故伊丽莎白二十座区分,不过从加冕典礼开始,卡米拉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王后了。 如果可以,查尔斯三世恨不能将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献给卡米拉。 从遇到卡米拉开始,查尔斯三世对她要求总是有求必应,不管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查尔斯都会想方设法地去满足她。 在与戴安娜离婚之后,查尔斯就花重金雇佣公关人员为卡米拉打造贤妻良母的形象,她的目标只有一个,与卡米拉结婚。 即便是在全员反对的情况之下,她还是一意孤行地将卡米拉取进门。 之后也证明她的这项策略是完全成功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卡米拉的支持率要比婚前高得多。 从白金汉宫发布的声明也可以确定如今卡米拉的孙子已经替代了原有的贵族夫人,成为了卡米拉加冕典礼的荣誉四骑士。 根据肯辛顿公的说法,乔治王子将担任查尔斯三世的荣誉四骑士,会陪同查尔斯三世参加加冕典礼以及后面的大游行。 而卡米拉的孙子鲍尔斯,葛斯洛普斯,路易洛普斯还有她的侄孙艾洛特将担任她的荣誉四骑士。 那么什么是荣誉四骑士呢? 荣誉四骑士是英国王室的礼仪性职位,他们会出现在王室的重要场合中,譬如加冕典礼,议会开幕式等。 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会帮君主或者君主的配偶提起长袍。 按照传统,这种角色通常都是由贵族的后代或者王室高级成员担任。 早前,英国媒体也曾爆料,卡米拉希望能让她的孙辈在加冕典礼上担任重要的角色,尽管卡米拉的儿女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低调生活。 根据《泰晤士报》的说法,无论是查尔斯三世还是卡米拉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孙辈能参与其中,他们也想借此表明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混合型的家庭。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没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可言。 王室评论员凯蒂·尼科尔是这样评价卡米拉这个祖母角色的,她一直都非常享受自己的祖母角色,长期以来她都在提醒查尔斯不要错过与家人在一起的珍贵时光。 反观查尔斯与哈里这对父子,虽然阿琪与莉莉贝特都是查尔斯三世的直系血亲,不过他们却被排除在外了。 反而是没有血缘关系卡米拉的孙辈不仅获得了参加的机会,还在祖母的推举下获得了王室最具荣耀的角色。 想当年那个人人喊打的小三如今却成为了意气风发的王者,这种反客为主的做法真的是让人唏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